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一百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指责中国政府试图霸凌科学界 试图阻止两位获奖者 分别是达赖喇嘛还有台湾的化学家李远哲 在今年年初的诺贝尔奖峰会上发言 星期三在网上发表的声明中强调 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于诺奖峰会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担忧 签名者包括所有类别的前获奖者 包括数十位科学家还有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等高知名人物 以及科词还有索英卡等文学奖获主 根据声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多次要求 将两人从活动发言人名单中删除 与诺贝尔基金会一起组织活动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言人证实 大使馆在三月和四月给科学院打电话 在峰会前一天又发电子邮件重复这样的要求 而在周三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在被问及此事时 赵立坚则说他不知情 声明的组织者是九三年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 他告诉科学杂志电话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联合声明还指出在虚拟峰会期间发生了两次网络袭击 其中一次是四月二十六日破坏了一次会议的视频传说 第二天则是破坏了整个平台的一次袭击 信中说不管这些攻击是否与中国大使馆的要求有关 我们对中国政府试图阻止我们的两位获奖者 或者是任何人在中国以外会议上发言 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审查和霸凌科学界感到震惊 再为您更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中国承诺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重建中的作用 同时要求塔利班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断绝关系 北京指责其为新疆地区出现袭击负责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王毅在天津由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和联合创始人率领的九人代表团会谈 并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这也是自塔利班占领坎塔哈省等几个关键地区以来 该组织的高级成员首次访问中国 塔利班已经控制大约一半的阿富汗领土 直到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 而美国的空袭则继续支援阿富汗安全部队 王毅表示美国和北约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代表了美国政策的失败 并呼吁塔利班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 根据外交部的声明 王毅表示塔利班是阿富汗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并将在那里的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发挥作用 王毅表示中国将支持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要求塔利班切断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俗称东伊运的任何联系 他表示打击东伊运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希望阿富汗塔利班能够切断与其联系 塔利班发言人则表示会晤的重点是两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以及和平进程 再为您关注到的同样是来自路透说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新德里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 此举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愤怒 发言人表示布林肯与担任西藏中央行政当局也称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进行了简短会晤 中国军队在一九五零年夺取西藏北京称为和平解放 而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并自此流亡 十一月时西藏流亡政府的前领导人访问白宫 这是六十年来的首次访问 一个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 要求西藏人有权自主选择达赖喇嘛的继承人 并在西藏首府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 布林肯的会面是达赖喇嘛二零一六年在华盛顿会见时任总统奥巴马以来 与西藏领导人的最高接触 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北京方面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将达赖喇嘛成为危险的分裂主义者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朝韩关系的有关情况 一期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三位知情人士表示朝鲜与韩国正在进行磋商 计划重开在去年被朝鲜方面拆毁的共同联络处并举行峰会 消息人士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四月以来多次互通信函 一直在探讨如何改善双方关系 此事在外交上颇为敏感 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而路透社介绍讨论表明双方在过去一年里恶化的关系有所改善 此前二零一八年三次领导人峰会曾经承诺为实现和平和解努力 消息人士表示双方正在讨论在板门店停战村重建联合联络处的事宜 他们表示双方在寻求文在寅和金正恩两位元首峰会 由于疫情现在尚未提出时间框架和其他细节 消息人士表示在线峰会也可能是一个选项 但是面对面会谈仍然是最好的 另有消息人士表示文在寅和金正恩已经交换了十多次信件 促使韩国情报部门和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之间打开沟通渠道 双方同意重启热线作为第一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河南大雨的后续消息 河南郑州地铁暴雨大水倒关 造成至少十四人死亡 北京市政府今天提出赋予基层一线处置许可权 必要时可以果断的关停地铁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北京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 主要是针对防汛工作提出要求 其中特别表示赋予基层一线相应的处置许可权 有突发情况时可以果断采取停工停客地铁封闭等措施 为您关注到的是村大午案的有关进展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孙大午今天被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拒重袭击国家机关 寻衅滋事非法采购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八项罪名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高碑店人民法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了判决结果 法院同时对孙大午处以人民币三百一十一万元的罚金 同列被告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相关人士被判处相应刑法 有良心企业家支撑的孙大午在一九八五年以一千只鸡和五十头猪起家 创立了大午农牧集团 曾经是中国五百大民企之一 赤字建设学校医院并补贴员工工厂周边居民以及学生 每天餐饮费只收十元颇具声望 孙大午被认为经常批评当局发表文章 从而触怒了官方 二0二0年十一月高碑店市警方对于孙大午采取了刑事拘留 指控他涉嫌寻训姿势破坏生产经营等罪 同时他的家人和大午集团的高层二十八人同时被捕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孙大午和其他六位亲属分别受到逮捕通知书 以至失去自由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经济金融的有关消息 惠誉评级将恒大集团以及其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机控股有限公司 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据自B级下调至CCC 而惠誉同时将恒大集团和天机控股的高级无敌压评级 以及天机控股提供担保 并由其他证券机构发行的高级无敌压票据评级 自B-下调至CCC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最大评级机构忠诚信发布公告 将中国华融的评级展望有稳定调为负面 维持主体以及债项等级AAA 公告签署时机是今年的四月十四日 公告表示高度关注华融上代确定的相关交易 对于公司二零二零年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 并表示会持续关注有关事项的后续进展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华为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集邦科技周三表示二零二一年中国与欧洲电信设备商仍占全球超于七成的市占率 尽管华为被美国政府列为禁用厂商 但是由于华为有着良好的价格优势 中国又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从市场占有率看华为仍然称霸全球 华为爱立信以及诺基亚 今年在全球电信设备的市占率仍然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二十 报告显示截至二零二零年底 中国的5G网络用户已超过一点六亿个 占到全球5G用户总数近九成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阿里巴巴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阿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公司年报中表示 平台经济是全世界崭新课题 过去一年公司对平台经济有更深理解体会 而四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罚单也让公司认真思考 在更广阔的环境下如何与社会各界和合作伙伴共处 此前四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在中国境内网售垄断行为 开出了高达一百八十二亿人民币的天价罚单 公司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 张勇承认平台性经济有天然的社会公共属性 他说阿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难 包括波轨云爵的国际形势 全球经济宏观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他说我们背靠中国这个全球最有韧性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这些给了我们坚定不移长期增长 创造更多价值的信心 张勇还说希望阿里最终能够变成一家互联网消费和产业互联网结合的更好的公司 说这是公司走向未来非常重要的定位和方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 有一个息叫 кни经历 Terry 我是